欢迎收看今天的盘后HOT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Kingsley 现在是2016年4月7日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6点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 生物制药公司RedLipsa 代号RLYP 本交易日 有消息称RLYP正在考虑出售公司 导致其股价放量暴涨 RLYP主要着力于开发治疗肾脏 心血管和代谢方面的疾病药物 目前该公司已经收到 来自多家企业的收购提议 此外根据路透社报道 RLYP已经聘请著名投行 Central View Partners Holdings 处理其相关收购事宜 如果公司决定出售自己 那么预计收购价在每股38美元左右 截至今日收盘 RLYP逆势大涨67.61% 报24.32美元 成交量为2100万 高于平均成交量的10倍之多 盘后RLYP保持上涨趋势 股价现已突破25美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颜 indicating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